土工内部是存在一定分歧的 但这分歧并不在于打不打台湾这个目标 而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 就是现在打还是等航母都到位再打的分歧 所以还觉得憋屈的自干五老铁们 可以在长脸评论区发现 但是记得抓紧归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 这两天看到很多老铁 以为长脸是情绪上头了 才在直播里放得狠话 以及是因为被打击倒了 才沉淀了一两天 长脸就跟社苗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把直播时候 为什么我们判断国家一定会打的理由说一下 以及判断错误的地方可能在哪 另外警蛙们不是一直很关心武统的时间表吗 今天长脸就明确告诉你们 不玩虚的 但是在说之前 长脸这里还是先为直播时候 放得狠话 跟老铁们道个歉 虽然这话是社会主义纸苗先放的 但他放的话与长脸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当然 社苗当时的态度是嚣张了一些 对此长脸已经教育过他了 这里再转达一下社苗的致歉 不过长脸也不敢问他 我这个教育达到效果了没有 老铁们就凑合一下吧 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解放军这张军演位置图 相信老铁们早都已经看过了 8月2日当晚 长脸在会员群里参加了个语音群聊 当时长脸本不想说太多 大家有情绪 很正常的 总要找一个出口 而且看到有的老铁们 情绪还是比较上头的 当时说啥 大家都听不进去 只能让老铁们先不要急 等着看第二天的新闻联播就好 现在大家情绪稳定下来了 而图上这六个区域 解放军也已经明确摆出来了 那长脸和社苗合计了一下 说了也无妨 反正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早就已经是名牌了 这几天 解放军正好在演习 刚好一起说一说 长脸社区之前也发过 社苗以前服过兵役 他部队年年备战演练的地形图 有三分之二是台湾岛 当然这也没啥不可说的 也不存在泄密哈 社苗有一个前领导 也是个老军人 几年前他们叙旧聊天的时候 有聊到过打台湾这件事情 而图上那六个区域坐标 是早在那之前就定好的 我们一直说的 航母并不是用来打台湾的没错 但航母也确实是为了收台湾 而准备的 因为它是用来困台的 打台湾的手段很多 但是国家一早就已经明确 只有围困意图是最好的 选择困岛这一方式 我们进可攻 退可守 主动权在我 困岛就是合同 在困岛期间 谁他妈憋不住走火了 那就是武统 打台湾不难 难的其实是在于怎么困岛 而在困岛期间 怎么防止外部势力介入 又是主要难点 所以最稳妥的就是 把图上的六个区域全占上 这六个区域的位置 不是现在临时定的 在五年前 甚至可能2012年之前 就已经定好的 而要实施这个计划 就需要有航母 可是困小小一个台湾岛 为什么非得航母不可呢 当然是因为美国有航母 美国和澳大利亚想到达台湾 必须开航母来 我们不是说美国一定会来 而是我们要防止这个可能性 到时候真打起来 美国航母只要能挺进 我们的封锁圈内部 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被动 而且这时候就不存在 航母发现即毁灭的原则了 因为中美都有航母 谁都不敢率先打击对方的航母 就都只是用来占地盘的 所以解放军想困岛 就必须具备这个反介入能力 我们再看岛的东北部 面对冲绳的那两个区域 有美军基地 我们没有航母 压力真的有点大 而南边面对澳大利亚的点 则压力次质 我们现在只有两艘航母 并不是不能打 但是就得赌 美国不会介入 解放军如果要彻底困岛 用足够的航母 把每个区域都守住 才是最稳的 所以2012年辽宁舰下水 2017年山东舰下水 只是这俩不能搭载固定一预警机 还无法实现对海空的持续控制 但是我们今年下水的福建舰就可以了 预计要到2025年能服役 搭载预警机的福建舰 在技术能力上几乎与美国航母相当 到时候对海域空域的控制能力将大大提升 所以当我们的弹射型航母达到6到8艘以上 台湾问题就不存在了 等航母达到20艘 跟美国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之前5年下一艘航母还属于是探路 福建舰也还只是测试 现在我们两个造船厂都造过航母 能上手了 中国的生产力已经不需要怀疑了吧 任何东西技术成熟之后都可以量产 到时候可就不是5年一艘了 可以5年2艘 5年3艘 甚至4艘 到2035年至少达到8艘 这就能将演习中计划的那6个位置 都用航母占据 实现完全封锁台湾 老铁们可以去看看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已经从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关键核心技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等几个方面 勾化了2035年要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还有京台高铁2035年通车 京台高速2035年通车 这个就是很明确的时间标 基本符合本次军演目标 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取决于我们航母下饺子的时间 所以老铁们可以去看看长连往期视频 对于台湾问题基本是老神在在的 因为只要稳得住 那时间真的在我们这边 那为什么长连这次却没有稳住呢 一 是因为社苗福建人与退役军人的双冲身份 福建苦台久矣 不论从经济还是情感角度 大部分社苗这个年纪乃至年纪更大的福建人 都早就按捺不住那颗要把台独井蛙按在地上摩擦的心了 二 是因为长脸前面说了 社苗那个老领导有提过 虽然我们现在只有两艘航母作战能力 但是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 有机会还是可以打的 而打仗又很烧钱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血后 而美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持他们再介入战争了 白宫的发言反复横跳 也让我们产生了这种误判 尤其是7月29日 美军航母在跟解放军对峙后改变航向跑了 我们觉得可以赌美国不会介入 而且台独永远只敢在死亡边缘反复试探的行为 就让佩洛西这个妥妥送上门的开战契机 就显得特别的难得 第三 就是几大官媒的发言 中国军队是真的已经饥渴难耐了 那些宣言在长脸看来就是不断在请战 就连社苗那早年的军人DNA都动了 而且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我方专属经济区 我们的052D导弹驱逐舰和一艘054A护卫舰 也一直进行跟踪监视 已经接近对峙 虽然里根号最后跑了 但是当时只要美国跨越红线就有开打的可能 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国家一定也是 不想放过佩洛西串台的这个机会 也觉得国家有这个胆量和魄力 但是当佩洛西落地那一刻 画面里依然安静如鸡的时候 长脸也不必瞒着各位老铁 你们别说磊阁频道开着直播有点绷不住 长脸即使没开直播 也是在那匪夷所思 而社苗是真的直接哭了 不过不是因为放过狠话 说不打就要关频道 而是不理解国家怎么会这样 也就懵逼了一两个小时吧 我们立刻去翻新闻 直到看见新闻公布 8月4日这个军演布局图之后 老铁们知道长脸是什么心情吗 虽然长脸年鱼花架 但还是单纯了 土共是真的没放过这个机会啊 老铁们对照这张图 96年我们只能围这三个位置 确实实力不够 围不住 再看8月4日军演这个 才是困岛布局的完成体 图上这六大曲 就是社苗那个领导当年 跟他说的那几个位置 精准无比 一个不差 再强调一遍 这不是军事机密 要是机密 也不能让长脸知道了 很多人在说 这个是过中线了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没错 但仅仅是这样吗 不是啊 真不是那么轻描淡写 这是解放军计划了多年的困岛实战布局图的 第一次实战演练啊 长脸真的没想到 共产党能吻成这样 不是直接开党 而是用佩洛西换了解放军困倒实战演练的机会 而且佩洛西已经走了 红线已过 反分裂国家法已经启动 我就看谁还敢来介入台海 这个机会解放军到现在已经等了至少十年 甚至更久 顺便说一下 解放军还把我们从没承认过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画进了本次演习的范围 长脸再简单说一下这几大区域的作用 第一 二三六 这三大演习区域封锁住了台湾几个主要城市的进出海航道 任何船只只要进出台湾 基本都需要通过二三六区域的现有航道 第二 一区域直接卡住了台湾海峡的中线位置 相当于占据了台湾海峡最主要的航道 等于直接不承认所谓的台海中线的存在 第三 二三六区域直接深入了台湾所谓的十二海里领海 直接不承认台湾所谓的领海极限 这是真正打到了台独的痛处 在这里军演 台湾的军方要是阻挡 我们可以直接平推过去 不阻挡就直接打击台独的猖狂气焰 这也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打蒋舰 不打美舰的精髓 第四 注意五区域 这里位于台湾与菲律宾之间 重要航道 巴士海峡的中心位置 相当于控制住了巴士海峡 与控制台湾海峡的一区域遥相呼应 等于彻底锁死了台湾西南和南方的重要航道 封锁住了这两个重要航道 也相当于向依赖这两个重要航道的日本发出信息 不要轻举妄动 第五 四区域位于日本的石环岛附近 和三区域形成机脚之势 可以阻挡石环岛方向来犯之敌 一五区域控制重要海上通道 三四潜质住日本的可能增援力量 可以料想对日本可能介入台海局势 做了充分的准备 以上解说来自人民日报 解放军敢放出这张布局图就已经是打名牌了 美国也知道 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航母下脚子 任何一个国家还想再借台湾问题挑事 还想借机窜台 也就只剩这一两年时间了 长脸就看着他们折腾 说到这里长脸其实觉得道歉道早了 要是解放军在今天开始的实战演练的时候 顺手就把台湾给捅了呢 当然开个玩笑 现在说这话多少有点马后炮 前天误判就是误判了 当长脸以为土工在第三层的时候 结果土工是张千层饼 那天晚上长脸有把这个演练发个社区 但是后面又删了 前面说过在老铁们情绪低迷的时候 长脸说什么都是很苍白的 虽说这事并不是秘密 但长脸本来也不想在外网说这些 可是今天发完最新的社区之后 发现有部分老铁还是觉得憋屈 想着就还是跟老铁们唠唠这个磕吧 谁让长脸虫粉呢 我也从不会说什么中国赢麻了的这种话 佩洛西作为一个现任美国官方人员 在中国的领土上来驱自如 这脸咱们确实被他踩了 没毛病 但是佩洛西这一脚踩的是很贵的 足以让他用整个美国的国运来付这个账单 当值得面子和李子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长脸定然也是会选择李子的 现在我们再说到官方宣传调子有没有起高呢 长脸认为是没有的 当然以下内容就属于长脸个人的猜测了 并不代表事实 长脸和社苗一致认为 按土工的尿性是不会干这么鲁莽的宣传的 土工内部是存在一定分歧的 但这分歧并不在于打不打台湾这个目标 而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 就是现在打还是等航母都到位再打的分歧 所以宣传的调子才会落差的那么大 又因为党内目标是一致的 所以最终还是落在了蚊子上 还是要先演练一遍 具体实际怎么困台 所以这鱼咱就还非诈不可了 啥缺军费 长脸明天就再去买十条烟 就买硬中 所以长脸这两天 其实也是在反思自己存在的 投机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 所以才有了社区发的那段话 我和社苗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实事求是不会去做任何争辩 躺平任朝 我是指脸 喵是指喵 指就指吧 但是我们现在依然相信 国家不会令我们失望 中国的领土是一定会统一的 我们也不会只在国家打胜仗的时候 才摇旗呐喊 被人踩了一下脸的时候 就躲起来 莫不作伤 只想同享福 不愿共患难 还算什么他妈自干五 是老铁 咱们就一起承受这一切 否则还叫什么老铁 还不如叫塑料解门花呢 国际间任何的嘲讽 我们都跟国家一起扛 我们可是自干五啊 我们是国家的一分子 当我们的航母下饺子的时候 东亚再不会有敌人 欧美也再不会逼逼什么 就是我们面子 李子一把抓的时候 咱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差这么一时半会儿 至于台湾 哪来奔你 指不定这次演习 仰着仰着就捅了呢 所以老铁们 不要对习大党失去信心 常怜认为 他的连任 也是为了能在任期内 解决台湾问题 不用再交给下一代了 我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只是怀念 而不是再说想念毛主席了 他的精神 他的思想 从来没离开过中国共产党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 还觉得憋屈的自干五老铁们 可以在长脸评论区发现 但是 记得抓紧归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